議長 副議長 韓市長 各位局處首長 大家好 剛剛聽到很多在說什麼九二共識 屬於什麼一中各表 我們政客議員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都不說民生議題 經常在說這個 我覺得這個政治 口水 大家是不是安靜 新的韓市長一個團隊出來 對我們高雄市有幫助的 我們一定要來加油 我們市長在說的 貨賣的出去 連進的來 所以說什麼叫貨 我覺得是我們在高雄市 我是算一個農業區議員 在這裡要請教我們韓市長 李副市長過天 我們所謂地政局 包括農業局 農民朋友 我們面對高零化的一個農業社會 在農業社會的發展 現在農業缺工的問題是蠻重要的 前上個月 我們東南亞一些外籍的觀光團 到台灣 一個晚上就跑掉了 在美農呢 番茄沒有人採了 我們野人 野田沒有人拔了 在這個氛圍裡面 大家苦哈哈 現在面臨農業 在整體的發展 當然韓市長在外銷 在還未上任之前 到新加坡 到馬來西亞 如何拓展外銷 當然是我們首要 農民要的是什麼 是要三餐溫飽 並不是說 我們現在農業社會 在一個整體的工資 包括缺工的情況下 我們把這些農業 要怎麼重新整理 重新出發 本期看到 因為在日本 曾經做過外銷 新加坡 是一個東南亞國家 他那邊鄰近有馬來西亞 柬埔 再越南 在整體的我們熱帶的水果 他們那邊工資比較低 所以說比較廉價 在日本 檢疫的問題又蠻嚴重的 現在目前 水果的銷量是以中國大陸為主 量也最多 我們現在可能 到中國大陸放24點就夠了 我們到加拿大 我們要十八天才能夠 我們過日本到清官 可能要八天 靠我領口 新加坡也差不多這樣 所以說我們整體 我們跟中國大陸 我覺得那是我們很好的治療 要怎麼把農產品消過一邊 跟我們的水散 消過一邊 我覺得是中國大陸是跟我們的地園 是最好的東西 不要為了說整體 大家在說整體 說來講去 哭到我們的百姓 東西不會出門 不好 這陣子我們的甘蜜 我們的鴨蜜 沒人辦法 自己一聲手 所以說 我們現在外籍的新娘 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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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外籍 他們 外籍 他們 外籍 在我們家臺灣 探親 以國外籍來打工 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好 我們不可以跟外籍政策混為一談 以親戴工 我覺得很好 這人還不走 他們 老爸老母 贏在今晚來 跟我們的政客 國外籍 做工 來解除我們農民的 擦不公的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 我們進政家 農業的 我們李副市長 昨天到辦公室 我跟他討論一下 包括地震局 農業局都一樣 以前的歷史工業就是違章 違建 我們的農村社會 很多有建設 這不是 我問地震局的客長 三十年的住 違建 要發嗎 他說 照發 那不是一次性消費喔 進到是農業局 非農地農用 他就跟你出發 送地震局 發六萬到三十萬 來 算 要怎樣 算 算 地檢數 大家 農民朋友 接到川票 大家 走到 拍三國會以後 發一個 九萬 這樣會刷 市長這樣會刷呢 這是我們的 歷史工業 所謂增加的房子 沒有保存登記的一堆 百分之九十幾 都圍中圍堅 這要怎樣處理 我們是不是通盤 來檢討 看要怎樣做 一次性 看一個六萬 還有一個九萬 來第二便人檢討 照相的頂數啊 所以說喔 很多我們的鄉親在問說喔 阿公你做議員啊 我們是不是高雄市政府喔 欠錢欠到喔 無錢人好賺啊 把我們的鄉親呢 動作提款支援去玩 這方面喔 我們相信在這方面喔 他不是一次性嘛 要罰到什麼時候 他們想要知道 不然你乾脆罰重一點 一次就了結 不然一輩子 跟中央的母法是抵觸 他是違建違章 非農地農用喔 這個 這個部分喔 麻煩市長喔 跟我們李副市長喔 答覆一下 謝謝 市長當然 謝謝朱信強議員 很感動 朱信強議員關心農民收入的問題 我們想法都是一樣 來跟朱議員特別報告 我的看法很簡單 農民漁民生活得好 全高雄市生活都會生活得好 農民漁民生活得好 全台灣人都會生活得好 為什麼 他們相對比較弱勢 他們會捕魚 會養殖 會種水果種蔬菜 他不會賣 如果他們的生活都好 大家都會好 我們的想法是一樣 如何把這個農產品 漁產品 能夠趕快賣出去 謝謝朱信強議員這個 這麼關切的一個質詢 我們想法都是一樣 第二個 朱議員也講到 九二共識問題 我真的很希望 未來高雄市政的建設 是在完完全全務實的基礎上來發展 非常同意朱議員的想法跟看法 第三 一清打工 目前為止 跟朱議員報告一下 現在一清打工 因為還沒修法 是違法的 但是外籍配偶有居留證 是可以工作的 可是 不只光農村 我最近拜訪很多企業家 都共同一個問題 找不到工人 那外面的很多年輕朋友 又說找不到好工作 這就形成很大的矛盾 一邊年輕人找不到好工作 薪水不高 一邊企業家 我找不到工 這中間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就開始去思考 在我這個年代 台灣一年要生45萬個孩子 現在年輕人生 一年只生18萬 所以在我這個年代的老闆 他可以從45萬人裡面 去找他適合的工人 勞動力 現在的企業家 在比較少的人數裡面 去找適合勞動力 有的人就不會找 為什麼 他嫌工廠生活他不要 所以我現在覺得說 這個讓我們很 未來高雄經濟發展 一定會很頭痛 企業主想要擴大投資 找不到工人 工人不見了 農村 漁村 想要擴大生產 找不到工人 開始老化 我覺得我們應該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合作 把這個問題突破 你剛才說一親打工 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 因為根據我的所知 農委會在過去兩三年 一直在農村調查 要不要開放 可以外籍的勞動力 可是始終有不同的聲音出來 他一親打工是三個月 對 所以你現在提出這個 一親是三個月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的 因為是外配 他可以幫他老公 帳母娘 帳母幫忙打工 獲取一些酬勞 我認為這個 跟法令的抵觸性是不大 所以朱信強的議員提出這個 我也是覺得非常有前瞻性 就等於是家務 因為等於來 又有一個寶人了 他不是完全不認識 他可能是一個太太在這裡 表姐在這裡 就是阿姨在這裡 請他來 這可能是一個新的突破 那個也是他女婿啊 所以說 我謝謝朱信強的議員 因為這個讓我們新開了一個觀念 就是說一親如果打工的話 會不會讓農村漁村 勞動力解決 還有工廠也能夠解決 我昨天拜訪了五家工廠 有一家說 今年要提供高雄多兩千個工作機會 但是怕找不到勞動力 所以我現在覺得 我們這個非常著急 想法是一樣的 另外關於違章建築 目前這是老問題 我想我會交代所屬的 我們再來重新做一個 好好盤整一下 好好來研究一下 那農村這些違建的部分 至於說是不是要採取比較 那麼一個方式 我想我們可以來好好研究 那最後一點我要跟議會報告 我們現在農業局吳局長非常優秀 上任以來 為了農民的問題 農村問題全力投入 而且在外銷這邊 可以說盡了很大力量 也請各位議員這邊 也能對我們農業局吳局長多多肯定 我們未來一定會幫農民 爭取更好的收入 謝謝 好 謝謝